法官問,陳振聰是否偽造遺囑 前逆政產案昨日開始結案陳詞 代表陳振聰的律師A.M.Mill說 龔如森和陳振聰92-07年都是戀人 由他想為陳振聰生嬰兒、送媽便 轉陣丈夫王德輝的拉架相機已經可以證明 以陳振聰做繼承人是很自然的 是公家弟妹扭曲他們的關係 因為敵意貶低陳振聰 不過法官反問,如果龔如森想被遺產陳振聰 為何還要分三次給他超過20億呢? A.M.Mill解釋,龔如森希望陳振聰可以有錢起來 讓他成為理所當然和合資格的繼承人 他又反駁,06年的遺囑是偽造的 說陳振聰要在立遺囑之後的短短兩日 找人寫和打印,再找高超的冒簽者 他怎會冒這麼大的險呢? 不過法官質疑,如果法庭不接納陳振聰 是由龔如森拿到遺囑的 那陳振聰是否必然有份偽造遺囑? A.M.Mill說,理論上是 但是法庭要考慮為何不相信陳振聰 而華某一方就說,他們用正殿貪七二 測試06年遺囑,證實遺囑是先有接狠 後有公如森的簽名 但認為一般人會避開接狠簽名 它對它對這候旁邊的鮮月 一般的鮮月 在結束年遺固定 都會稍成優陰 分別任誰 你沒有想問 那你從發揮得到